女儿在婚礼上玩游戏赢了她老公 结果那男人不服气 当场打了女儿一把掌 女儿懵了 可我却没猛上前 拉着女儿就要走 敏婿猖狂地指着我女儿说 你今天走了 就别想再进我周家的门 她以为周家发达了 就可以拿捏我女儿了 却不知道我能让周家站起来 也能让他们跪回去 地豪大酒店里今天格外热闹 这也是他们少有的 接待宴席的情况 因为我的女儿 祝双双今天结婚 我必须得给她最好的婚礼 看着婚礼舞台上 玩着小游戏的那对新人 我眼眶忍不住有些发红 我的双双终于也嫁人了 主持人设置了一个小游戏 赢了的人以后负责管家 双双玩得很卖力也很开心 所以赢了小游戏的时候 她兴奋地举着手蹦了两下 显得格外可爱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夸赞她一句 真棒 站在双双身边的新郎周简 却突然仰手一巴掌 甩到了她的脸上 双双不可思议地捂着脸 看向一旁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 这一巴掌是用了十足的力道的 整个喜宴大厅 都能听到这个响亮的巴掌声 在座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巴掌 惊得几乎时间停止了 周简嚣张地从双双手里 抢过她的胜利品 一个女人也想管家 我想都没想 直接上台甩了周简一巴掌 拉着双双就要走 傻姑娘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 我看到她发红发肿的脸颊 心疼得不行 好在这傻丫头 还知道跟着我离开 周简的父母 看到我们要离开 连忙上前阻拦 亲家 这是什么意思 婚礼还没结束 怎么就要走了 我冷笑一声推开朱秀秀 婚礼 这样不尊重人的婚礼 还有举办下去的必要吗 亲家 刚刚是周简不对 我们让周简给双双道歉 这婚礼总还是要继续的 朱秀秀伸手想要挽住我的手 同时对着台上的周简吼道 还不下来给双双道歉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 一个敢跟老公抢权力的女人 也配我给她道歉 周简格外嚣张 她甚至是拿着话筒说的 朱秀秀嘴里说着 让周简道歉 但是在周简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这女人脸上却是挂着骄傲的 双双眼睛已经开始泛着泪光 满脸都写着委屈 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种委屈 没有承受过这样恶意的双双 此时六神无主 只知道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并招来助理 带双双去楼上休息 谁也不许去打扰她 助理点头牵着双双 就往酒店的楼上走 祝双双 你今天赶走 就别想再进我周家 周简站在舞台上 以致气使地指双双道 双双有些迷茫地回头看向我 我白白手让助理快把她带走 怎么 你们周家是有皇位 还别想进周家 你们周家配吗 我虽然站在台下 但是气场却不输站在台上的周简 她拿着话筒 还想用话筒反击 我直接给台上的四姨递了个眼色 四姨也是个机灵的健庄 立马把话筒的声音关掉 并抢了过去 你是我们家请的四姨 你抢话筒干什么 周简被抢话筒 愤怒地质问四姨 谁知道 四姨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根本就不搭理她 倒是我直接推开朱秀秀 走上舞台 四姨见我上来 直接把话筒递给了我 很感谢今天大家来参加 我女儿助双双的婚礼 但是由于新郎今天的无礼行为 我们决定婚礼停止 大家可以留在这里 吃好喝好再离开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还请各位谅解 说完我把话筒还给四姨 便准备上去 看看我女儿的情况 谁知道周简却拦在了我面前 妈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别叫我妈 我可生不出你这么不要脸的儿子 周简气得脸色发情怒吼道 李瑞 你搞清楚 你以为我们周家还是以前的周家吗 以前周家是比不上住家 所以对你们客气些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可是跟俱荣集团合作的 我们现在弄死住家 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你不让住双双 逃好我就算了 竟然还敢让他逃婚 我离开的脚步一顿 回头看向这个男人 还有不远处的他的父母 此时他们一家人 蹲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我 似乎是在等着我去跟他们道歉 难怪 一直以来周简对双双都很好 这两人是青梅竹马 周简的爸爸周一安 是我老公的好兄弟 所以两家人关系一直不错 周简从小就很照顾住双双 即便是前几年我老公去世 也没影响两家人的关系 想不到让周简突然变脸的原因 竟然是周家突然发达了 现在既然能登上这条大船 自然不是你们小小一个住家能比的 现在我还愿意取出双双 那都是我对你们住家最大的怜悯 说着他双臂一胎对着我感慨道 你看如果不是我 你以为你女人的婚礼 能在地豪酒店这样的地方举办吗 温雅然 原来他以为这场婚礼 能在地豪举办是因为他的原因 你凭什么觉得以你的身份 地豪酒店会愿意给你们场地举办婚礼 我也不着急走了 我倒是想看看 这家不要脸的人能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凭什么觉得周简像是听到 什么笑话一般 吃笑一声道 这地豪酒店可是不接宴席的 如果不是我跟俊荣集团的关系 你以为这地豪怎么可能同意 我们在这里举办婚礼 我微微皱起眉头 地豪酒店的确是通过 俊荣那边的关系定下的 可是这跟他周简什么事 我隐约意识到这件事并不简单 婚礼闹成这样 我现在也不想跟他纠结这些问题 至于周简跟俊荣那边的事情 我打算等下去再找人去查 所以我直接招手叫来的地豪酒店的经理 那经理也没想到 会有人在地豪的场地上搞事情 见到我招手连忙上前道 李总有什么吩咐 把这家人赶出去吧 还有他们那边的亲戚朋友都一起赶出去 说完我不耐烦的摆摆手 直接离开了宴会大厅 留下身后周家人的谩骂和质疑声 此时的婚宴上一团乱糟糟的 我却没那个心情去搭理 所以转身便上了楼 找到了双双的房间 把烂摊子交给了酒店经理 他正坐在床上抹眼泪 助理小心翼翼的安慰他 看到我进来 双双似乎更委屈了 他直接扑进了我怀里 妈 呜呜 周检他 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呜呜 小丫头哭的话都快说不清了 我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把他搂进怀里 别怕 还有妈在呢 他在我怀里哭累了 才慢慢地探出脑袋 轻轻地用手抹了一把眼泪 我把人按在床上坐下 助理适时地递上一杯水 看着他喝下一杯水后 我才抬口道 你现在怎么想的 这孩子被我宠坏了 并不是说他任性或者叛逆 而是从小到大 我对他的保护 让他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自己面对 或者说我让所有展现在他面前的东西 都是最好的一面 所以一下子面对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很难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 果然助双双听到我的询问 还有些茫然地抬头看向我 过了好久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妈 你说他胜是病了 被人上身了 我暗暗跳动的眉心 突然有些后悔 这些年把这孩子保护得太好了 让他没办法直面人性的恶 轻轻叹了口气 我把刚刚楼下发生的事情 以及周俭说的话都告诉他了 周双双瞪大了双眼 眼里写满了不可知信 怎么会周俭他怎么会是这种人 所以以前他对我的照顾 还有我们两家的关系都是假的 这件事明显已经突破了双双的认知 可这一次 我却不打算继续为他遮挡着时间的肮脏面了 以前周家各方面都比不上周家 他们需要助家的提携 所以才会一直跟我们搞好关系 现在他们觉得周家搭上了巨龙的大船 不需要助家了 接下来的话我没有说完 但是我知道双 双明白我的意思 他神色痛苦 背齿紧紧的咬着自己的嘴唇 使得嘴唇发白 过了好久好久 他才带着哭腔跟我说 妈 我不要周俭了 听到这话我才松了口气 我知道这个女儿被自己养成了 天真烂漫的性格 他向来感性 真怕他一心只在意 自己跟周俭的感情 而委屈自己 到头来混到个王宝串 挖野菜的下场 我先为弟点点头 伸手揉了一把他的头发 才开口对身边的助理到 去查一查巨龙那边什么情况 我虽然给了周家这次机会 可没道理能让周俭这么自信 甚至觉得 地好酒店都是巨龙的关系 帮他定下的 是 李总 助理点头 转身出去打电话去了 双双这才眼巴巴的看着我 妈 我是不是太没用了 给你丢脸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 看向这个自己娇养长大的女儿 又心疼又无奈 宝贝 以后就跟在妈妈身边 多学学管理公司吧 免得什么人都敢欺负到你的头上来 以前一说起这话 双双就很抗拒 她觉得自己是一朵 开在温室里的浇花 不应该沾染商场的俗气 可是这一次 她只思考了几秒钟就点头道 妈 都挺你的 看来今天这事也不全然是坏事 一方面让我们看清了周俭的真面目 得以及时止损 另一方面 也让双双有了愿意接触公司的想法 现在最庆幸的就是没有提前领证 不然还有更多的麻烦 在K市 我们住家跟周家 虽然算不上是多大的豪门 但小小也算个富贵之家 所以婚礼上发生的事 当天就闯开了 这两天 我的私人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都是在问婚礼上的事情 也是在打听我们家跟周家的关系 我不堪其扰直接关机 让助理放出消息以后 周家跟我们住家再没有任何关系 双双似乎也是接到了不少电话 有安慰她的 当然也有幸灾乐祸的 若是在以前 我就直接没收了她的手机 不让她面对这些 可是这一次我决定让她自己面对 好在经历了婚礼上的事情 我的小双双似乎是真的成长了 我亲眼看到 她微笑着跟电话里假惺惺惺关心她的姐妹说 不过就是及时看清了一个渣男而已 我高兴还来不及伤心什么 见到她这样 我就放心多了 自从上次从地豪酒店离开以后 周简一直没出现过 周家人全都装聋作哑 假装无事发生 而我的助理却很快拿着一堆照片找到我 原来这就是周简敢这么对双双的勇气 照片里周简身边站立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 那女人身材苗条 妆容精致 穿着标准的职业装 却娇俏地挽着周简的手臂 两人看上去格外亲热 而这个女人我正好认识 聚容集团的一个项目经理蒋书芳 这两年在聚容的发展挺不错的 只是她跟周简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可是她现在也算得上发展不错 只要她再等两年 在聚容的地位一定不低 这样的情况 她怎么会跟周简扯到一起 要知道如果她是小三 而这件事又传出去 那么她在聚容根本就不可能待得下去 他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 我皱着眉头冷冷开口问道 助理表情有些言难尽 就是之前周家的项目被聚容选中的时候 他们俩好像是进行对接的时候认识的 从那以后两人就以项目为由经常见面 不过表现得这么亲密 却是在婚礼过后 说完助理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有话就说 我淡淡地开口道 李总 据说周简婚礼前见过蒋书芳 而且婚礼中之后 她也是坐着蒋书芳的车里开的 助理有些忐忑地开口道 我捏着照片的手指 不自觉地用力 只把手里的照片捏得变得行 很好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这讲书方就能把周简拿捏成这样 看来这女人果然不简单 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冷了下来 准备一下跟俊荣那边接触 周简不是说她搭上了俊荣的大船吗 咱们去把她的项目抢过来 助理愣了一下 眼里不自觉地闪烁着兴奋的目光 李总 你决定跟俊荣合作了 我点点头 这些年大概是我太低调了 让一些阿猫阿狗的都欺负到我女儿头上来了 李总放心 我现在就去联系俊荣 之前几次合作 您为了避嫌拒绝了 那边可是跟我抱怨了好几次 我这才微微勾起唇角道 从今以后不用避嫌了 我倒要看看周家怎么搭上俊荣的大船 助理答应得很迅速 转身就去跟俊荣那边联系去了 这段时间 双双被我带着 在开始学习项目相关的事情 在知道我准备跟周简抢项目之后 她学得更加卖力了 好几次她甚至主动提出加班 我非常高兴看到她的这一改变 所以在招标会那天 我亲自带着双双去了聚荣的招标会 并清点她负责这次的招标 小丫头一开始还紧张害怕自己做不好 但在听到我说 宝贝 你不想狠狠地打周简的脸吗 于是眼看着丫头眼里的斗志越来越强了 招标会开始之前 周简一直跟蒋叔方蜜在一起 完全没有想要避嫌的意思 助双双看着那两人亲密无间的模样 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顿时气得眼眶发红 见到我们这边的负责人是双双 周简甚至专门上来嘲讽了一番 助双双 你这样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大小姐也来招标 看来助叔叔走了以后 你们住家是真的没人了 双双被气得脸色发青 整个人都有些发抖 女儿跟她爸关系特别好 自从她爸走了 以后我们都不敢轻易在她面前提起她爸 现在竟然让周简拿出来刺激她 我眯了眯眼睛 把双双护在了身后 周简 这是招标会不是你的人品展览会 小心祸从口出 李阿姨 我看是你小心祸从口出吧 周简毫不在意地吃笑一声 回到了蒋书芳的身边 两人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蒋书芳嫌弃地看了过来 随后吃笑一声朝着我翻了个白眼 招标会进行得很顺利 双双的表现让我有些刮目相看 看来这些日子 她是真的下功夫在学习了解项目的 倒是周简上台做的企划报告乏善可陈 甚至好几次的项目相关的问题 她都回答得磕磕绊绊 可即便是这样 最后蒋书芳还是直接当场宣布 中标的企业是周氏 台上的女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 但是气质却像急了吸人精魄的狐狸精 公布完结果以后 一起竞标的几家公司 都看出来其中的猫腻 已经有人直接对此表示不满 既然俊荣早就有了招标对象 又何必让我们来跑一趟 就是本来觉得自己 可能会输给住时我们也认了 结果输给周家这样的 实在是晦气 蒋书芳听到这些话倒也并不在意 反而带着继笑开口道 没本事就是没本事 说了还那么多话 也不怪我们俊荣不选你们 这么说来 他周俭就很有本事了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 讥笑一声 蒋书芳似乎是懒得搭理我 只是哼笑一声 轻蔑地别开了眼 那一眼像是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 不过很快他脸上的嘲讽就消失殆尽了 因为此时会议大厅的门口 站了一个身材气上西装笔挺的男人 他漫不经心地 靠在会议大厅的门上淡淡地开口 我也想知道 这次周家中标的原因 蒋总能说明一下吗 他闲听信不一般 走进会议大厅 远远地朝我点了点头 怎么会 蒋书芳嘎笑一声 然后靠近李奇小声道 李总 这次的项目给周家不是早就定好了吗 李奇微微皱眉瞪了我眼 被一个年轻的小辈瞪了一眼 我还挺心虚的 那是办招标会之前 可这次招标会我好像说过 一切按照标准走 没错吧 他淡淡地撇了蒋书芳 跟一旁的周俭一眼 周俭文言愣了一下 连忙上前套近乎 李总 我是周氏的周俭 这次项目的负责人 我们周氏为这次的 项目是拿出了12分的诚意 李奇轻笑一声看着周俭 脸上挂着嘲讽的笑意道 这不是之前被祝家拒婚的准女婿吗 周俭脸色一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才开口道 李总 是他们周家临时毁婚 我也是受害者 不过现在我的女朋友是蒋总 相信有了这层关系 我们两家的合作也能越来越好的 合作 李奇自笑一声 谁跟你说 俊荣要跟你们周家合作了 蒋书芳是你女朋友 跟俊荣有什么关系 周俭不可思议的看向李奇 又回头看向蒋书芳 似乎是不相信 对方会说出这种话 他伸手拉力把蒋书芳 芳芳 怎么回事 此时的蒋书芳心虚不已 只能硬的头皮道 李总 这项目之前 不是您亲口说的要给周家吗 是 是我亲口说的 但那是之前 李奇往前走了两步 来到了我的身边 之前是因为双双要嫁到周家 李总担心 双双嫁过去会降低生活水平 所以特意让我照顾一下周家的生意 这才把项目交给周家的 现在两家婚事都取消了 我为什么还要把项目交给周家 什么 周俭不敢相信的看向李奇 又看了看我身边的双双 怎么可能 祝家什么时候跟俊荣扯上关系了 你们周家够不到的关系 以为我们住家也够不到吗 我冷笑一声 之前是因为双双 我愿意提醒你 现在你凭什么靠着我的关系 拿到俊荣的项目 周俭看向李奇发现对方 竟然认同地点了点头 意识到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说俊荣跟我合作 是因为你的关系吗 他猛然回头质问自己身边的蒋书芳 而此时的蒋书芳 小脸煞白 相对于周俭的质问 他似乎更害怕李奇冰冷的眼神 表哥 我错了 刚刚还趾高气扬的女人 不过转瞬之间 脸上已经写满了楚楚可怜 既然知道错了 那就自己去人事部办理一下理职吧 另外 我可不是你表哥 李奇厌恶的别开了眼 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一般 表哥 你要开除我 姨父知道吗 蒋书芳震惊的看着李奇 似乎是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会开除自己 我倒是不知道 这李奇什么时候 竟然有了一个这样的表妹 顿时来了 兴致抱着双臂 看戏一般看向李奇 可是李奇似乎是 真的很讨厌这个所谓的表妹 直接招手叫来了保安 你既然想让李松阳给你撑腰 就回家找李松阳去吧 就说我把你开除了 让他有本事来找我 蒋书芳就这么被保安赶了出去 倒是周俭突然意识到 蒋书芳并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大权利 反而是我 似乎跟俊荣集团的CEO很熟悉 也意识到我 才是真正能够帮到周家的人 他没有管被赶出去的蒋书芳 转头就看向了 双双满眼的情真意切 双双 对不起我错了 之前我都是被那个女人骗了 我不是故意那么对你的 都是那个女人 用周家的前途拿捏我 我糊涂啊 双双你原谅我好不好 从没想过 周俭竟然可以这么不要脸 他两三步来到双双面前 想要去牵双双的手 却被我跟李奇拦住了 很显然 他还是怕李奇的 见突破不了李奇的阻拦他 也就不过来了 远远地看着双双 甚至直接朝着双双跪了下来 双双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 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双双见他跪下了 眼眶红红地捂住了嘴巴 我担心他被这男人一跪就心软了 正想开口说话 没想到双双却掀我一步开了口 周俭 你是真的知道错了 还是发现 其实只有住家能帮你了 周俭错愕地看着双双 显然没想到 曾经那个天真的有些傻的女孩子 竟然精明了一次 她还想狡辩 可是双双却拉着我往外走去 看吧 我的女儿 怎么可能真的那么傻 只是我本以为这件事之后 周家应该自男儿退了 谁知道那一家子 竟然那么不要脸 直接找到了我家来 上至80岁的奶奶 下至两三岁的小孩 曾经我们两家人关系也算亲厚 所以这家子的人我也很熟悉 他们把双双堵堵在我家门口 周俭跪在双双面前 朱秀秀不停地用手打周俭 双双 之前是周俭对不起你 阿姨帮你教训她 你就原谅她这一次吧 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一回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双双被他们堵在门口 是又害怕又愤怒 见到我回来 直接扑进了我怀里 妈 小丫头到底没经历过这些 见到这么无赖的一家人 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我面无表情地 看着那家子讨好的面容 抛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你们物业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 都影响到我们正常出入了 快过来处理一下 听到我竟然打电话叫物业 连忙上前阻止 亲家 都是一家人 怎么还叫物业了呢 朱秀秀舔着脸上前 此时的她跟上次婚礼上 那副瞧不起人的模样相差甚远 别 可不是亲家 我们住家呀 高攀不上你们周家 我伸手把她拦在了一米之外 亲家 之前都是周俭鬼迷心 撬上那个姓蒋的女人的档了 现在周俭也知道错了 你们就原谅她这一回吧 说着她把周俭推了出来 你看这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 这些年周俭怎么对双双的 你也看在眼里 她可是从小就护着双双的 周俭也抬头看向双双 双双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些年我的心里都只有你 你的喜好 你的饮食习惯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双双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不要了吗 其实她说的没错 前来二十年周俭都把双双照顾得很好 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稳定 除了这一次 所以听到周俭这么说 双双似乎有些动容了 她眼里已经泛着泪花 我叹了口气 准备带双双离开 生怕我这傻女儿 真的被这一家子说动了 周俭 你不是说过吗 之前只不过是觉得 我们家能帮到你们 所以才对双双这么好 这些年 周家也给了周家不少帮助 那些也够当做你 照顾双双的酬劳了 我冷冷地说完 就打算带双双进屋 好在双双听到我这话 也有些清醒过来 咬着牙牵着我的手 一起绕过这一家子 准备进屋 见到我们要走 这时候物业的人也过来了 我一边去推朱秀秀 一边让物业把这些人赶出去 周家人见状 都来给朱秀秀帮忙 一时间我家门口乱成一团 也不知道是谁推了双双一把 直接把她推倒在地 妈 我肚子 我肚子好痛 倒在地上的双双 突然捂着肚子喊痛 才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她的额头已经冒出了 密密麻麻的稀汗 一看就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我连忙上前 一把搂住她嘴里喊着 快 快叫救护车 周家人这才发现双双的情况 一时间都愣在了当场 还是周俭最先反应过来 拿出手机 拨通了120的电话 医院里双双木讷地躺在床上 听医生说她怀孕了两个月了 好在这次没有伤到孩子 以后可要注意了 前三个月最是危险 医生一边摇头一边叮嘱 你这些家属也要注意啊 孕妇的情绪稳定 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好的 医生放心 现在双双就是咱们周家的祖宗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朱秀秀喜笑颜开的 把医生护士送了出去 周俭也是一双眼睛 神采意意地 钉在床上的双双 她坐在床边 伸手拉过了双双的手 小心意意地握在手心 双双 咱们有宝宝了 你放心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跟宝宝的 双双这才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意识到这里面有一条小生命 那是她的孩子 我看到双双慢慢放柔的眼神 同为母亲 我知道这孩子心软了 她咬着牙对一旁的周俭说 周俭 你要是再敢欺负我 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孩子 听到这话 周俭眼睛都亮了起来 她知道这是双双松口的意思 连忙道 双双你放心 我本来喜欢的就是你 现在你又有了宝宝 我怎么可能再欺负你 那 那个姓蒋的女的呢 她不是你女朋友吗 双双委屈瞪着周俭 什么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 只有你一个 之前都是那女人 用周家的前途来牵制我 我没办法才跟她在一起的 都是我的错 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宝贝 你放心 我不会再跟那女人见面了 说着 更是拉过双双的手 亲吻了一下 让她放心 我深吸了一口气 实在是见不得这样的画面 直接走出了病房 现在双双怀孕了 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孩子 加上之前周俭的那些承诺 双双是想原谅那个男人了 我要是直接让双双拒绝周俭 只怕会对双双的身体不利 也会影响我们母女之间的感情 看到我出了病房 朱秀秀他们也跟了出来 显然是要把空间留给那两人 朱秀秀笑容满面 看上去还有些骄傲 谁知道这女人恬不知耻 还往我面前凑 李瑞啊 你之前生气 就弄丢了我们跟俱荣的合作 现在双双有了周俭的宝宝了 气也该笑了吧 是不是应该把俱荣那边的项目 还给周家了 我气得瞪了她一眼 怎么 刚刚还说要把我女儿当祖宗 这会儿就来问我要项目 是不是这项目我不给你们 你就不对双双好了 朱秀秀可能没想到我会突然发难 还想争变两句 却被周福拉到了一边 李总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一个女人家 什么都不懂 双双是我们周家的儿媳 我们自然会好好对她的 这项目丢了是我们活该 怎么还会问你要呢 我四笑非笑的 看着这个平时少言寡语的男人 周总 你这话说的 我也是女人 我也什么都不懂 不不不 李总你怎么能跟他们比 你是经过不让须美 这些年注视在你手下 也是越来越好了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 不停地供为我 等周家人离开后 我才走进双双的病房 他眼睛依旧红红的 脸颊也红红的 一想到我们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 一想到我肚子里的孩子 要是没有爸爸 会有多可怜 我就很不下心 说着这傻丫头竟然哭了起来 他一边哭一边说 妈 他跟我保证了以后 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我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暗骂了一声傻丫头 但还是点点头 好 那咱们就再相信他一次 听了我这话 双双才算安心下来 他害怕我不答应 害怕会让我失望 可他却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相信 周俭的承诺和改变 不过这段时间 周俭确实每天尽知尽责地照顾双双 每天变了花样 给双双做好吃的 都太开心 甚至连公司都不去了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能跟双双比一样 每次看到 我都会跟我承诺一变 会对双双好 也从不提项目的事情 哪怕现在周氏的处境越来越难 他也没开口请我帮忙 看上去确实像是改过自新的样子 甚至一度让我都有些怀疑 这人是不是真的因为 双双肚子里的孩子悔改了 可我忘了 狗改不了吃屎 这一亘古不变的定理 李奇找到我的时候 我刚从医院回到公司 你怎么来了 我挑眉 看向眼前的男人 李奇勾成一笑 把一叠照片丢到了我的桌面上 来给你看看你的准女婿 是个什么货色 我愣了一下 看向桌上的照片 上面的每张照片 都有日期跟时间 最近时间的一张是昨晚 照片上的周俭 确实穿着昨天的那套衣服 坐在KTV的沙发上 怀里搂着讲书方 笑得格外张扬 我愣了一下 原来这就是他说自己 每天晚上回家处理的公事 看到我的愤怒 李奇却似乎觉得还不够 他掏出手机 出了一段语音 祝双双这样的傻子 只要你对他好一点 说几句好听的哄哄他 没有什么搞不定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怀了我的孩子 只要等他情况稳定 我就带着他去把结婚证一领 以后住家不就都是我的了 你可别忘了 祝双双是蠢 可他还有一个厉害的妈 李锐确实麻烦 但是他这人宠女儿 只要把祝双双搞定了 就不愁搞不定李锐 现在我可是祝双双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只要那孩子一出生 我再把孩子教育好拉到我这边 以后祝家的财产不都是我的 现在李锐不肯帮周家有什么关系 说着周俭直接笑了出来 原来他是打了负贫子贵的主意 我微微沉下眼眸眼神冰凉 李总打算怎么办 李奇轻笑一声 把录音也发给了我 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你怎么发现呢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放心周俭 所以找人跟了他一段时间 却没发现有任何问题 这才放弃了跟踪 蒋书芳是我继母的侄女 所以才恬不知耻地叫我表哥 本来他进公司 就是李松阳的安排 那女人本来是想让蒋书芳来勾引我的 可是我不上套 谁知道蒋书芳听到 上面有人提携周家的要求后 她以为周家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 所以对周俭出手了 上次招标会被揭穿后 那个女人抛弃了蒋书芳 蒋书芳嫁入豪门的梦破碎了 但是周家对他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他又去找了周俭 当然期间也来纠缠过一段时间 我不堪其扰这才找人调查他 谁知道发现了这些 我坐在办公椅上手 只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周俭竟然不怪他骗自己的事 蒋书芳一直对外宣称是我的表妹 虽然我厌恶他 但我爸李松阳对他还是不错的 周俭不知道我们家的事 还以为自己蒋书芳 可以通过李松阳帮到他呢 李奇吃笑一声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 把那些照片和录音拿给双双看 周俭说得不错 我就是太宠双双了 这才让他觉得 只要把双双哄好就能拿捏住我 但该面对的 还总得让双双自己面对 总该长大了 看到照片的瞬间 双双出奇的平静 平静的我有些担心 直到听完那段录音 双双的表情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怕他压抑情绪太厉害 会伤了自己 可他却说 妈 我没事 我早就说过 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既然他不肯珍惜我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伤心 我既高兴他能想得开 又心疼他改变的原因 最后叹了口气 这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双双愣了一下 拿掉吧 你不要这个孩子 其实这孩子生下来 咱们自己养也没问题的 我知道他其实很期待 自己肚子里孩子的降生 却没想到他竟然没打算要 妈 我害怕 他摸着肚子 靠在我怀里哽咽倒 我怕我没办法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害怕等孩子出生以后 想起他父亲的种种 会没办法好好对孩子 而且一想到以后孩子长大 还可能要给那个渣男养老 我就隔引我哑然 想到这丫头竟然想了这么多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考虑是正确的 到时候一旦周简要求探视孩子 那么周家跟我们之间的牵扯 就会没完没了 双双还年轻以后 会遇到更好的人 给真正对自己好的 人生孩子不好吗 既然他已经做了决定 我这边马上就让医院 安排了人流手术 等周简来到医院的时候 双双的手术都已经做完了 即便此时还很虚弱 但双双还是强撑了身体 把那些照片砸在了周简的脸上 滚他用尽全力 才吼出了这个字 便躺了回去 接下来的 就是交给我这个当妈的了 我直接给了这狗男人一巴掌 周简 你不是想付瓶子贵吗 现在没了孩子 我看你还怎么拿捏双双 怎么涂抹我们住家 听了我的话 周简知道自己的意图败露了 他又想顾及重拾跪下来 给我道歉 可我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让保镖把人扔了出去 同时放出消息 从此周家接触的生意 我们住家就会抢 要是有人出手帮周家 就别怪我李渭不客气了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周家 因为我放出的这条消息 很快就有了破产的迹象 期间周家人也来找过双双几次 但都被我赶了出去 好几次周简 当着我的面跪下 可我转身就走 并让保安来赶人 并警告他们 如果再来骚扰我们双双 我就让周家在K时待不下去 只是我没想到周家人的无耻程度 他们拍下周简跪地请求的画面 放到网上污蔑我 人和蒋书方在网上哭诉 说原本周家跟俊荣集团敲定了合作 可我却勾引俊荣集团的CEO李奇 把原本属于周家的项目抢走 不仅如此 我还让李奇把正义感爆棚 不畏强权坚持把项目 交给周家的蒋书方开除 更过分的是 我因为拍上了俊荣集团 就看不上周家了 强行解除了两家的联姻 还让自己的女儿 打掉了周简的孩子 周简跪在地上 求我就是希望我能成全她跟双双 求我留下孩子 一时间网上处处都是 对我的口诛笔伐 注视跟俊荣集团都受到了影响 全网都在心疼周简遇到我这样的岳母 还有人劝她没有结婚也好 要是结婚了 还不知道要被我怎么剥削 网上的那些言论 让助理着急不已 一直问我要怎么办 我只是淡淡一笑 让他别担心 同时接到了李奇的电话 李总你打算怎么办呢 那小子漫不经心的语气 甚至还带上一些幸灾乐祸 我淡淡一笑 大侄子 是时候让他们看看 咱们李家真正的当家人是谁了 好嘞 他应得很快 甚至还有些兴奋 挂了电话不过三分钟 网上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因为俊荣集团回应了 还是CEO本人的微博账号回应的 李奇发了一个很委屈的表情配文 我只是听从俊荣董事长 兼我亲姑姑 李锐的安排而已 怎么就成不正当关系了 俊荣集团那边同步发出了公告 把讲书方招标期间 违规操作的记录全部放了出来 另外还有一封律师函 起诉讲书方违规操作 以及联合周家造谣 这律师函明显是李奇早就准备好的 俊荣集团的配文更有意思 我们董事长竞标都得按规矩来 怎能让小人钻了空子 自此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才是俊荣集团真正的主人 他们可能从未想过我心里 是跟俊荣集团真正的同一个性 同时我也用自己实名认证的微博发了一条 俊荣和祝氏从此跟周家永不合作 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是却让本就不堪重负的周家 彻底失去了希望 导致了我们俊荣和祝氏的股价暴跌 虽然后面涨回来了 这些都被律师算作了经济损失 还有丢掉了些单子也全部定损 这些金额巨大 他们不被关了三五年根本出不来 本来还担心双双觉得我下手太重 结果他却抓着我的手 有些兴奋的问 妈 你真是俊荣集团的董事长 我点点头正准备跟他讲讲自己当年的事情 结果这丫头直接躺回床上兴奋大喊 我可以继续躺平了 好吧 果然是我宠出来的女儿 晚安